4月15号 中国民用航空局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行监控中心副主任孙韶华介绍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民航局启动重大运输保障机制 安排临时航班执行了复疫情严重国家 接回中国公民任务 那么3月4日至4月13日 民航局共安排16架次临时航班协助在 伊朗 意大利 英国 美国 西班牙的2744名 中国公民回国 其中留学生1449 未来几周 民航局将根据国院联防联控机制的统一部署 及时启动重大航空运输保障机制 按照逐步有序的方式 对疫情严重国家确有困难 继续回国的留学人员回国提供便利 孙超华介绍 疫情发生后 民航局执行的重大运输任务 还包括原外医疗专家组和相关省份联合工作组包机任务 与原非物资运输任务等 3月3日至4月12日 民航局共保障126名医疗专家和联合工作组人员 运送至英国 意大利 咸普寨 老挝 伊拉克 塞尔维亚等国 协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和我在海外公民的防疫保护工作 发布会上 中国民用航空局新闻发言人 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熊杰 还介绍了2020年一季度民航行业经营情况 全行业确确实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对于经营受到了比较大的这个风击 一季度呢 全行业累计亏损398.2亿元 其中航空公司亏损336.2亿 熊杰表示 下一步 民航局将继续密切关注疫情变化 加强经济运行监测 深入分析疫情对民航企业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带来的影响 做好政策供给和储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